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二叔 这几课我们来讲一下如何去监控我们这个网站的收录问题 就是我们的网页也好 其他的页面也好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网站的这个页面的收录的情况 因为这个这个案例网站的话 他还没有任何数据 所以的话就直接用二叔这个网站来给大家讲解吧 OK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第一个选项卡这里 就编制索引这里 我们点进来了以后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的话 这里的话需要给大家讲解一些细节 不然你看到这个界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到这个界面以后我们再点进去 这里就可以看到一边入所有的网页数量 那么大家就可以看到 你的网站 对不断的收录的一个进展的一样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有很多这样的页面被收录了进来 那么我们再回到上面一个界面 关键的问题 关键问题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里的话 它会出现很多未被收录的原因 这两个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第一个的话就是以抓取 尚未编入所影 就是说我们的谷歌的蜘蛛 已经抓起来我们这个页面了 但是还没有编入所影 第二个的话是已经发现我们的页面 尚未编入所影 那我们再点进来看一下 OK 那这里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这些页面 你如果觉得这些页面是应该被收录的 那你就去点这个修正 但是如果你已经知道这些页面 你可以不用被谷歌收录 那你就可以不管 然后这些这些404和403 这些这个你就要注意 还有这个Lowindex 那这个的话 那二叔是知道是我故意弄的 所以我就可以不用去管 然后这个404 这个404要注意一下 如果不是你故意弄的 就你把这个页面删除掉了 那可能是404 那这个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不是你故意弄掉的 那你就去检查一下 然后这边说到404的话 我们还要回到这个网站的后台 这里的话 之前在204的课程里应该也给大家讲解过了 好 在这个地方 broken links 那如果是你这边 搜索控制台反映了一些问题 那这边你可以再去扫描一次 然后再去把那些页面里面存在的404链接给它去掉 所以说的话 这里的问题的话 大家要具体分析了 那这个lowindex也是一样的 如果说你故意的 那你就可以不用管 但是如果是说 不是你故意的 但是被标记上的lowindex 可能是你不小心弄上去的 然后同样的道理 这个网页会自动重定像 也是一个相对较主观的问题 那比如说你这个 重定像是你自己创建的 那你也可以不用管 但是说这个页面它出现了重定像 但是不是你本来做的 那你就要去处理 一下了 所以的话这个页面 大家是要经常去关注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 20这个网站最开始都是50多 然后一下子飙升到95了 这里其实是有比较严重的问题了 那也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在后面的课程 20会告诉大家怎么去处理 那就是这些玩意 那就是这些玩意儿 这个的话就是那个 做黑猫SU的 做黑猫SU的去攻击了20网站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20网站流量并没有下降 因为我及时做出了反应 那么在后面的课程 20会告诉大家 怎么去应对这样的黑猫攻击 好吧那我们这节课就先到这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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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